好喔 現在失電了 那我們就 欸 我們就開始吧 欸 大家好 欸 這邊是Ruby社群 異城鬼齁 那個 欸 可以先問一下在場多少人平常有在寫Ruby或Rex的 喔 很好很好 欸 喔 好 那 好 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第一場議程齁 那我們就歡迎講者 詹歌 好 謝謝 喂 喂 喂 大家好 我是詹森 五倍紅寶石的Rails工程師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用搭客來部署Rails 常常我們在寫程式的時候可能會發生一個狀況 就是我們用一樣的程式 可是在別人的電腦裡面可以跑 在我的電腦裡面不能跑 常常會遇到這種環境的問題 然後讓我們可能要花很多很多時間來處理 在寫程式的時候我們會用Git來管理我們的程式 來確保說每次程式在修改的時候 我們都知道說做了哪些修改 或者說我們可以用Git來讓我們的程式跳到某個確定可以跑的版本 然後這樣就可以確定一切都正常 但是在環境的部分 就沒有辦法使用Git來做這樣子的設定 因為 在環境的部分我們可能有很多的套件 或者是有很多的設定檔要修改 我們可能在某個地方做了什麼修改 然後之後可能在某個時間 又要做某些操作的時候 突然就會跑不起來 這時候就非常的難解決 所以我們常常在想一個方法 就是有沒有可能把我們電腦裡面開發的環境 也把它給打包起來 變成一個檔案 然後我們可以把這個檔案在之後 有新的機器要跑我們的網站的時候 就可以直接把這個檔案放到那個機器上面 我們可以直接執行這個檔案 就讓我們的網站跑起來 這就是Duck要做的事情 Duck要做的事情 就跟這個東西很像 不知道有沒有人也用過這個東西 這個是Virtual Box 它就是虛擬機 它可以幫助我們模擬出很多的工作的環境 可能是模擬出Windows 或是模擬出Mac的環境之類的 每次只要一講到Duck 就會常常被拿來跟虛擬機做比較 他們的共通點就是 Duck跟虛擬機 都是要在一台伺服器上面 包括很多個環境 這些環境都會用伺服器的資源 但是環境之間 彼此是隔離的 所以就譬如說 我在App A裡面可以裝很多的東西 但不會因為這樣就影響到App B的運作 在虛擬機裡面 要做到這樣子的功能 我們會模擬出整個作業系統 然後我們還會需要有一個軟體 來在虛擬機的伺服器 來在這個伺服器上面 然後管理這些作業系統 以及模擬這些作業系統的硬體的部分 就是這個管理工具叫Hypervisor 這就是虛擬機它做環境隔離的方式 那Duck的話就比虛擬機 跟虛擬機比起來它的程序就少很多 它只是在原本的OS上面 再跑一個Duck的process 然後這樣子做到隔離的效果 那因為Duck它沒有模擬 整個作業系統 所以說Duck裡面的這個App A跟App B 它如果要用到作業系統的核心功能的時候 它其實要去找這個hostOS裡面的kernel 所以在hostOS裡面這個kernel 它身上就表了很多個process 有它自己的process 也有Duck裡面container表的這些process Duck它用的這個技術 是Linux裡面一個叫做容器化的技術 這個東西跟我們部署比較沒有關係 它只是幫助我理解Duck跟虛擬機的差別的時候 用的一個方法 在Linux裡面我們有很多個process 然後有一些process它是可以包在容器裡面的 包在容器裡面的process 它的資源取用會被這個容器所限制 而且在容器裡面他們也只看得到容器裡面的東西 所以它會覺得說 這些在容器裡面的process 就是這兩個process 它會覺得說它自己就是整台電腦裡面所有的process 它看不到外面的東西 然後在Linux 對Linux來說 就是說這些process全部都是這個Linux的process 所以說我們可以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在Linux裡面可以看到container裡面的process 甚至還可以用一般的Linux指令 就把container這個容器裡面的process給刪掉 再來就是我自己做的一個小實驗 就是我在Linux裡面開一個container 然後在這個container裡面再開一個process 然後我會在Linux裡面看到這個container裡面的process 然後再把這個process給刪掉 這個字可能看不太清楚 那大概就是說我在container的介面裡面 然後產生了一個process 下一行指令產生了一個process 然後可以看到整個container裡面的process 它是從1號開始算的 也就是說這些process 它就是全部重新排 然後它會覺得說 自己就是電腦裡面全部的process 所以這整台container裡面 它有的process就這麼幾個而已 然後我們可以在Linux裡面 下大顆top這個指令 看我們包起來的container裡面 有哪些process 那這些process其實它們就是一樣的 差別就是在Linux裡面的這些process 它的號碼已經排到2萬多號了 然後在container裡面它才從1號開始這樣子 那我們等一下要做的時間就是 把這個process給刪掉 就是container裡面的55號 跟Linux裡面的28000多號 它們是同一個東西 好 然後 我們就在Linux裡面下一個 cure的指令把它給刪掉 接著就可以發現 這個55號真的消失在container裡面了 那這就是我自己做的一個小實驗 然後這樣就比較確定說 其實Dark裡面包起來的東西 它也某程度的其實就只是 跑在Linux底下 只是說它是另一個分類而已 好 那接下來是Dark跟虛擬機的比較 在開機速度方面 Dark是比虛擬機來得更快 因為它不用做整個開機的流程 它也不用跑整個作業系統 再來是性能的部分 Dark它直接用的是 hostOS上面的Kerno 所以它的性能會比虛擬機來得好 虛擬機還會隔一層 剛剛講的那個管理程式 叫Hypervisor 所以它效能會比較差一點 再來是運行的密度 就是說一台機器上面可以跑幾個Dark 或是跑幾台虛擬機 那跑Dark當然可以跑更多 因為它其實就是一個 有包裝 它只是一個容器 然後把一些process給包在裡面 它不用模擬出整個作業系統 以上這些是Dark比虛擬機還要來得好的地方 再來是虛擬機它比Dark做得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隔離效果是更好的 因為虛擬機它模擬出了整個作業系統 所以它幾乎整個 它環境整個是很完整的 那Dark的部分 其實還是有部分的資源是跟host 就是跟伺服器上面的資源是共用的 就是Kerno的部分 再來還有就是 虛擬機它可以模擬出各種環境 比如說它可以模擬出Windows的環境 可以讓我們在虛擬機裡面玩遊戲什麼之類 但是Dark它是從Linux的容器技術 就是基於那個在做出來的 所以它其實主要資源都是這些 用下指令操作的作業系統 好 剛剛就是虛擬機跟Dark的介紹 那接下來是在使用Dark的時候 我們會使用到的工具 我們會使用到工具常用到的就是這個 Dark file、Dark image還有Dark container 這個Dark file它是一個文字檔 在裡面可以設定說 我們要產生的Dark image長什麼樣子 這Dark file大概會長這個樣子 然後經過一番設定之後 我們就可以客製化出我們要產生出來的Dark image 這個Dark image就是剛剛講的說 我們要把環境打包成一個檔案 然後這個檔案就是Dark image Dark image如果執行它之後 就可以跑出Dark container來運作 就是Linux裡面剛剛講到的那些容器 裡面就會有跑那個Dark的process 我們就可以跑出 我們就可以運行很多很多的container 我們一個服務裡面可能會有很多個container 那每個container都會有它各自的設定 譬如說有A container它可能希望要在B container執行之後 它才要執行 因為或者是有一個container 它可能要把它的port bus綁在機器上的port bus 或者是把它的某個資料夾 跟伺服器上的某個資料夾是共用的 所以它們有很多的設定 這時候我們需要一個設定檔 Dark compost 用這個設定檔我們就可以 設定我們在啟動這些container的方式是怎麼樣啟動的 所以說 我們如果要用Dark來部署ROS的話 我們會很需要 我們會主要會寫這兩個設定檔 一個是Dark file 一個是Dark compost Dark file就是它可以客製化出Dark image 然後Dark image會可以產生container 再來就是我們產生很多container 就會需要有一個Dark compost這個檔案 來管理說 這麼多的container 它們啟動的時候的規則是什麼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講我們部署的方式 首先我們會在一個有ROS的電腦裡面 這電腦裡面有ROS還會有Dark 然後我們就寫我們的ROS做出一個網站 接下來用Dark把它打包成一個Dark image 所以我們現在就有一個Dark image 然後我們的目標是要把Dark image 放到一個VPS上面 就是把它放到一台雲端的主機裡面 這雲端的主機可能是AWS的EC圖 或者是DigitalOcean裡面提供的機器這樣子 所以我們要把Dark image放上去 要把Dark image放上去的話 我們通常會用這樣子的方法 就是我們把Dark image放到一個線上的儲存庫 然後再從VPS那邊去把那個儲存庫裡面的Dark image給拉下來 它的操作就有點像是用Git一樣 就是我們會用Dark push 然後再到我們的VPS上面再做Dark pro 把那個image放進去 同時因為我們有很多個image 所以我們也要設定它們啟動的時候的方式 那就是把我們Dark compose 從我們本地端再丟到我們的機器上面 這樣子完成之後我們就可以在機器裡面 用Dark compose啟動我們的服務 在啟動服務之後 User就可以連線到我們的機器 可是說這時候的連線如果沒有特別設定的話 它是走比較不安全的HTTP連線 所以說接下來的部署 還會在中間掛一層Cloudflare 那這樣的話我們就可以走HTTPS連線 才算是整個就做完這樣子 那接下來就是一步驟一步驟的 跟大家介紹做完這整個流程會做哪些事情 首先我們會在reels裡面用scaffle 產生一個簡單的網站 然後db的部分我們會用postgrade 這樣完成之後 再來就是把我們的config下面的puma的這個檔案 把它從這個3000port改成80port 在reels5以後 預設是用puma來啟動我們的reels 所以我們就可以直接把這個port改變 那改變完之後我們就可以用 直接在瀏覽器上面 在本機用127.0.0.1 這樣連到我們的網站 就後面就不用加帽號3000 好 那這就是在本地完成了 接下來我們就是要把它打包成Duck Image 然後接下來可能會有一點點無聊 就是介紹那個Duck Image要做出來的方式 就是一行一行的設定 我們要客製化自己要的Duck Image 所以我們就會找一個可以讓我們做最少事情的Duck Image 從它開始再慢慢的修改 改成我們要的Duck Image 那這邊我們用的Duck Image 是在一個linux的環境底下 有裝Ruby的Duck Image 就是這個Ruby 2.4.1 接下來我們會在這個環境裡面 用apt-get的指令裝我們需要的套件 比如說如果今天我的網站有切圖功能的話 那我可能就需要裝ImageMagic這些套件這樣子 就會用apt-getImageMagic 所以這行是裝套件的部分 那完成之後 接下來我們設定自己的工作目錄 然後我們會把gen file這些檔案給放到Duck Image裡面 然後我們設定啟動的方式 啟動的模式是production 再來是我們會跑bundle install 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在跑bundle install的時候 我自己的Rail實在產生的時候 我的bundle是2.0.1的版本 但是要跑bundle install的時候 在container裡面跑的時候 總是會有問題 那是因為在Ruby裡面 它的bundle的版本 預設好像是1.5版還多少 所以就是要特別在做這些設定 去把container裡面的bundle也改成這個2.多版 那這樣才可以跑起來 最後我會把我所有的檔案都放到我的container裡面 然後我在下一行 這是最後一行指令 就是container執行的時候 它會做的事情 包含像什麼dpMycrate 然後ssprecompile 還有啟動普馬這樣子 這邊有個比較特別的地方 就是我第一次看的時候覺得蠻特別的 就是為什麼我需要做這麼多次copy 我必須要不停的把我的檔案 放到我這個dark裡面 為什麼它不是說把train file這邊槓掉 然後我這邊只要做一次 一次就把我所有的檔案 全部放到我的dark裡面就好了 那其實它是dark裡面 它有一個機制就是說 如果我今天 今天我修改了我的Rails專案 然後我想要再重新產生一個dark image 然後這時候如果我修改了專案 可能我沒有動到gen file跟gen file.lock 這兩個檔案 那這樣子我產生dark image的時候 我只要重新做這兩個步驟就好了 那如果我今天有改到gen file或gen file.lock 我才需要這樣子做 就是dark它產生image的機制 如果我今天寫法是這樣子的話 那每次我有做修改 那dark它在產生image的時候 它就必須把這些全部再重新跑一次 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我在copy的時候 才會需要做三次這樣子 所以以上就是dark file的設定 我們可以設定出一個自己客製化的dark image 再來是我們可以下這行指定 把dark file 就是執行dark file 然後產生我們要的image 好我們有很多個dark image之後 我們就要用dark compost來啟動多個container 那這邊最簡單的示範就是我們有兩個container 一個是db的 一個是我們的reals db的部分我們不用特別改它的image 我們就直接從dark hub上面去把我們的image給拉下來就可以了 把那個pg的image給拉下來就可以了 然後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我們要設定db它有一個資料夾 是跟它的宿主上面的機器的資料夾是共用的 因為那個container它在啟動的時候 它是有生命週期的 所以它就是它會啟動也會結束 它結束之後什麼東西就都消失了 可是我們希望我們db裡面的資料 還可以保留在機器上面 所以我們會設定說有一個資料夾 這個var下面的lib資料夾 這邊它是可以跟dark 它是可以跟機器上面的某個資料夾是共享的 那因為要做到共享 所以他們也要有對應的port是連接 就是說container裡面的port 跟server上面的port是要接起來的 再來是我們的reals的部分 剛剛的pg是直接從一個image來啟動container 那reals的部分我們這邊是用build來啟動 意思是說它會直接去找當下的dark file 然後找到dark file之後直接產生出來的image 就用那個image來產生container 然後這邊比較特別的是 我有這個restart跟depend on這個設定 這邊要設定的就是說 因為我的reals的container要執行起來的時候 它第一行會下的指令就是db migrate 如果它要執行這個指令的時候 可是db的container還沒有準備完的話 那執行這個指令就會出錯 那整個container就會啟動失敗 所以我這邊設定了這個depend on 意思就是說要等到db這個container 它執行起來之後 才會執行reals的container 可是depend on它其實也沒有到很好用 它會有一個小問題就是 它的depend ondb意思是說 dark compose會先把db叫起來 可是它沒有等到db做完了沒有 它就再把app把reals給叫起來 那它把reals叫起來的時候 可能reals在做db migrate的時候 雖然db的container 它已經開始跑了 可是它還沒有完全跑起來 所以reals一樣會壞掉 所以我這邊還要再加一個restart always 意思就是說如果reals在跑 然後壞掉的話 它要再重新跑 但這其實是有一點 感覺是有點奇怪的 就是那這樣設定了兩個東西 就是為了做一件事情 其實如果我把depend on拿掉 只用這個restart always 還是可以做到一樣的效果 就是我一樣是 dark compose執行一次 然後reals跑壞掉 然後reals再跑又壞掉 然後接著db好了 reals再跑它就成功了 其實這樣子也是可以 對 所以可能有更好的方式 就以後可以再研究一下 再來是它的port要對到80 也就是說container它的80port 會對到機器的80port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連線進來 看到在使用機器的時候 才會看到reals的網站 以上這就是container全部的 dark compose的介紹 然後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dark composeup這個指令 來產生我們的container 再來是我們把dark image 跟dark compose做好之後 我們就要把這些東西 丟到我們的機器上面 我們的機器 對 那我這邊的VPS 選的是DigitalOcean的機器 我們可以選 可能像AWS的EC2 或是DigitalOcean 這邊選DigitalOcean 然後我選的是 已經有裝好 Dark的Linux環境 用的是每個月300塊的這種版本 然後再來是 如果要用Dark Hub 來幫我們儲存我們的 Dark image的話 就要註冊一個帳號 然後這些東西都做完以後 就可以開始把我們的網站 丟到DigitalOcean上面了 好 那要怎麼把它丟上去呢 首先我們需要在我們本地端 把我們的Dark Image 給打包起來 就是執行那個 Dark Build這些指令 接下來我們要把這個 Dark Image 給丟到Dark Hub上面 然後再從VPS上面 把Dark Image 給破下來 接著我們還要把本地的 Dark Compost 丟到VPS上面 最後在VPS裡面 再啟動我們 Dark Compost Up 所以要做的事情 非常非常多 於是這邊 就可以直接把它寫成一個 script來做這樣子 就是剛剛的那五個步驟 然後依序寫成script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 一行執行完它 那執行完之後 在我們本地的中專機 就可以看到這樣子的畫面 那也可以這樣子連線到我們的 就是伺服器上的網站 這樣就算是做完簡單的一個部署 但這個部署還會有一個小問題 就是它現在是http 所以我們要把它編 https的連線 這樣比較安全 目前的狀況是這樣子 那我們要在中間 在我們的伺服器 跟user中間 再放一個Cloudflare 那要做到這件事情的話 就要到Cloudflare的網站 那第一個是 要把我申請的域名 把它填到Cloudflare這個地方 然後這邊 Cloudflare這邊有這些 NameServer的設定 要把這個東西填到我申請域名的地方 我申請DomainName 是在這個地方申請的 在 Freenom這個網站 反正它就是免費的 然後也是 就是隨便找的 然後就可以申請域名 接下來我就可以 在裡面填上 剛剛這邊的這個NameServer 那填完之後 最後就是設定說 我Cloudflare要使用的模式 是這種Flexible的模式 意思就是說 它的連線是 一半https 那對使用者來說 他看起來就會覺得說 整個都是https 但Cloudflare到我的電腦這邊的時候 實際上走的還是http 這樣子設定是比較方便 可是相對 他可能就沒有全程走https 來的這麼安全這樣子 好 這樣我們就算是大功告成了 但 這還會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網站是用 我們現在的網站是用 我們現在的網站是用這兩個container 跑起來的 有db跟我們的reels 所以它的狀況是這樣子 reels會負責處理這些http的request 可是這不是reels擅長的事情 reels擅長的是 它可以運算那些邏輯 然後把畫面塗出來 可是有一些 有一些軟體它專門是處理http request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使用這些軟體來 掛在reels跟 reels跟這個cloudfair中間 就是這個ngins 我們這邊可以用的選項有像是 APA7或ngins這些webserver 所以我們要再加一個新的container 就是ngins 我們要加新的container的話 我們還會需要稍微 刻字化一下ngins裡面的設定 我們會需要增加這兩個檔案 有它自己的darkfile 然後還有 我們要去改ngins裡面的一個設定檔 這個設定檔 在ngins的container裡面 是在這個路徑 就是這個default.conf 這個設定檔 在這設定檔裡面 它可以規定說 處理http request的規則 那我做的設定很簡單 就只有這麼幾行而已 首先它 它放在的是80的port 因為我們外面有掛cloudfair 所以我們就全部走http就好了 再來是server name 就是我剛剛申請的域名 接下來這兩行 這兩行的話 就是說 我要讓我的ngins 可以跟剛剛的puma溝通 所以我需要做一些設定 我要把ngins ngins跟puma他們 在這邊做這一行設定 就可以讓他們可以連線 然後這一行的話 比較麻煩一點是說 在ngins跟puma要溝通的時候 ngins會把一些資料 丟給puma看 那這些資料也包含這個使用者 是從哪裡來的 ngins他給puma這些資料的時候 他的格式 他的格式可能puma不一定看得懂 所以我這邊要設定說 他在跟puma說 使用者是從哪裡來 使用者的IP是什麼的時候 這個格式會用這樣子的格式 那如果少了這一行 沒有這個格式的話 網站在做get的時候 一樣可以操作 就比如說我到index的頁面 或是show的頁面一樣可以操作 可是如果要做post的時候 就會有問題 就會發生這個問題 那就是reals他發現 他沒辦法判斷 這個使用者是從哪個地方做的這個post 為了防止那個csrf的攻擊 所以我們會需要知道使用者 是在哪個網站下做post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會需要有這一個設定 那這樣子我們在部署之後 才可以對整個網站做正常的 get跟post的crud的操作 嗯 你說哪個 這個嗎 喔 這個 等一下會介紹 對對對 那他其實 要設定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種 那我們只是要讓puma 把他原本是綁在某個port上面 然後我們現在要把他直接綁到 一個unix的saki上面 那這樣子ngs就可以跟他溝通這樣子 好 那接下來就是這邊 我們要把我們客製化的設定檔 就是放到 ngs的image裡面 就是用客製化設定檔來啟動 來客製化我們ngs的image 然後接下來就是 把我們原本的puma的設定 從80的port改成剛剛講的那個unix的saki 就是說他現在會把他的資料都放到這邊 那接下來這個就是跟剛剛這個是有對應的 也就是說他們兩個共用 他們兩個可以看到一樣的東西 所以我們會在dark compost裡面 在做這個設定 就是說把原本的reals的這個80port給拿掉 然後把它改成說 共用某個資料夾 接下來在ngs裡面 他會共用同一個資料夾 那這樣子ngs跟我們的reals 他們就可以共用這個資料夾底下的檔案 也就是剛剛綁定的那個saki的部分 那這樣我們就完成了我們的dark compost 那我們還要最後一個小步驟 就是更新我們這個剛剛寫的那個自動化的script 原本是只有做 把那個 本地reals的image丟上去 現在還要包含ngs的也要一起打包跟丟上去 好 這樣我們就大功告成了 就是做完一個基本的網站 他放到vps上面 然後他啟動了三個container 包含了ngs 接下來是一些小補充 剛剛的這些示範其實是我在 今年4月的時候寫的一篇技術的文章 然後自己練習用dark來部署reals 所以其實 剛剛的那些操作也在這個文章裡面 都有類似的介紹 可是這個文章裡面 不太一樣的是 他那時候沒有用cloudfair 然後我是用subbit的container 來幫我申請https的 然後再來還有一個可以介紹的是 這是公司的同事昌食 他做的一個reals的 做的一個gen Nubi的gen 然後這個gen 可以讓我們在reals裡面 用一個rack 就自動產生一個dark image 而且這個gen還會去偵測說 你的gen file裡面有裝了哪些東西 然後就幫你產生blink的dark image 比如說你有用到切圖功能 你可能會需要裝image magic 那這個gen也會幫你偵測 然後產生有image magic的dark image 那我也有寫一篇文章是 專門就是去看這個gen 然後寫一些心得 跟一些操作的介紹這樣子 以上就是我用dark 部屬reals的介紹 然後謝謝大家今天的 對 謝謝大家 請問一下大家有沒有問題 有問 喂 大家有問題嗎 我問一個比較進階一點的問題 如果我要跑 那個gen的 act-drop的話 你建議把它跑在reals裡面的 container還是在另外開一個container 比較好 你說如果要跑crown-drop這些東西嗎 跑sidekick之類的 這個有很多個講法 但自己會比較建議是 跑在其他的container 盡量讓每個container裡面 就是有他自己的process 那這樣子其實會比較好去管理 不然其實 如果跑很多個process 跑在同一個container裡面的話 那某個process掛掉了的話 我們是比較難去控制的 所以理想上好像有一種說法是 每個container就是跑一個process這樣子 那他們之間怎麼通訊 他們之間怎麼通訊 就是realscontainer裡面說要 要跑出一個stdrop的crown的時候 好 這邊我沒有特別研究過 但我猜可能就是 好像用varrant也做不太到類似的效果 所以如果真的做不到的話 可能就需要再 我幫忙回答一下 就是redis啊 對阿 因為你只要大靈魂的redis就好啦 所以你在compost裡面要開redis 然後兩邊都要連redis的post內 就好啦 那還有人有問題嗎 感謝總召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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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那大家只能用redis 搭個compost裡的redis 要設一個 就是搭個compost裡面 然後大家連redis的時候 要用總compost的nate就可以啦 那還有人有問題嗎 那還有人有問題嗎 有一個小建議就是說 嗯 實際上 當你用Docker Compose 在deploy的時候 嗯 它 如果是一個 就是你用了一個private network configuration之後 它會自動的把它的 你的那個Docker的 那個container的name 作為它的 在它網路內部的一個hostname 嗯 所以說當你要用Nginx去連你的relse 或者什麼的時候 你直接http連它的那個 那個container的name就可以 這樣就不需要再通過volumes 把它exposed到宿主機上面 然後再弄回去 哦 對 然後所有Docker內部的通訊 都可以用類似的方法來做 嗯 這樣就可以 包括像 對redis啊什麼都可以用這個方法來連接 嗯 謝謝 謝謝 還有人有問題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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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沒有的話 那就 謝謝 我們就來探訪 那就謝謝 謝謝 謝謝 好